I can see the light in your eyes 这条路不管会有多长多无奈 生命的钟能够将一切承载 当泪水洗刷出爱本来的色彩 这段跨过的执着是对生命的交代 爱是爱一直存在 是它让这生命有色彩 让我们试试 一起去赢的未来 让生命更加精彩 是对自己的交代 这条路不管还有多长多无奈 坚持下去才能让你有未来 当泪水洗刷出爱本来的色彩 这段执着的精彩 是对生命最勇敢的交代 看着看着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对没 看着架矩是要要走啊 这年轻人啊 一会儿晴天 一会儿阴天的 正常 你那时候 那不也老吵架吗 猜这个老孙子 你不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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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媳妇把你从家里 轰出来的时候 你跟谁在这儿来这儿 王冠福役吧 谁收留你 这王冠福役的东西 你这不是搬杠吗 没劲 我搬什么杠 将军 江了 不对啊 刚才这 我这居刚才是这儿的 你 不对 就在这儿了 你看着呢 你们俩都看着呢 是不是 确实没动 你们俩一头的 不算 不算 这也不能算 这哪儿 姑娘 怎么着 这是 怎么回事啊 走啊 走啊 瞧你们啊 怎么着 这就出走了 看样子 又有好戏瞧了 瞧你们啊 这姑娘 是个有心计的主 那屋那个 不是个 我说啊 别研究 热恋中的人 都会有这行动 过两天俩人好了 来 来 下棋 来 下棋 进入食饭了吗 江江是个好孩子 有责任心 将来啊 一定会对你好了 还不知道人家 喜不喜欢我呢 你们俩青梅竹马 从小向后看着这儿呢 他不喜欢你喜欢谁 你要是能嫁给他 爸就是死了 也能瞑目了 爸 你说什么呢 快呸呸呸 什么死不死的 就是我死了 也不能让你死啊 好 进来 这里一起都变了 有了草坪 有了树荫 可是暴婷依然在 没有别 对不起 请不要再说对不起 我早就应该想到 以同情为基础的情感 早晚会坍塌 不过 我不是生活的弱者 我依然很坚强 我承认 对 婚姻的开始我确实是 出于同情和受罪 但那仅仅是开始啊 之后呢 这十多年 我对你 对这个家 我难道做得不够吗 请你不要再说这个 不 我要说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珍惜这个家 对不起 而且我们有一个 这么重色的儿子 我想 等葳葳长大了 她可能会理解你吧 对不起 我依然是爱你了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伤害你 可怎么办呢 每当我看到娜娜的眼神 那么无助 我觉得我愧疚她 我想尽我的一切努力 但你一步 我的确实 真的 我不想再让娜娜 回到美国去 再和那个琳达生活在一起 我做了决定 手术之后 我想收回娜娜的脸圈 让她带路父爱的话 也不收 我希望你 你能够接受这些事 我们的婚礼以赎最开始 我该说什么 我尊重你的选择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别试图到医院太快了 等待你更稳定 爸爸 如果你在医院 你还不必须 我们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 在我身上 我必须 你专门 我可以 你和小弟们 可以留在一起 我等待你 你要回家 我等待你 好 你 我爱你 你 你可不得 不让你 你自己的关系 好 你不要紧张 我只是想你带娜娜回家 健康 好吗 这是我梦想的 我会 我爱你 亲爱的 再见 再见 瞧你们心热的 Tony 可好了 你来美国能见到他 对啊 Tony 怎么样啊 我听说中医啊 治疗肝癌特别有效 我帮你们打听一下 不能不能 那是中药全都是黑黑的 你别小瞧那些药 这些药壳纯绿色的 效果特别好 不 没办法 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典型的美国人那种 固执 死板 脚跳 我只是相信科学的技术 妈咪 你听一声大瓶子的吧 我这学校听过 有的中医比西医还好呢 对啊 不 我不买 你妈咪不行 那没办法 对了 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饺子 我爹 好像很好吃啊 怎么办呀这是 怎么了 做事呢 我总觉得要出事了 什么事 我姐现在一门心思的就想把娜娜要回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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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美极华人叫什么 叫琳达 对 你说这个琳达可能放弃抚养权吗 根本不可能 琳达是个很执着 很任性 也很坚强的女人 她是不会让你姐姐 把娜娜从她身边领走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我姐开始装修她的房子 她要把她的别墅装修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她现在所有的生活 日程 工作 安排 完全都是为了娜娜 我担心啊 万一要是娜娜不愿回到她的身边 她可能会疯掉的 那你现在就应该给她泼点冷水 不能任由她继续下去 我劝她 她根本就听不进去 我劝她 她根本就听不进去 你要是看见她全情投入要做妈妈的样子 你根本就不忍心说下去 早晚要面对 好在 我比你姐姐聪明一些 什么 不 什么意思 没什么 什么意思 今天我要宣布两个我的决定 第一个 我要辞去总裁一职 并且选出新总裁的人选 获得第二个决定 就是拿出我个人 在剧手网的百分之五十的利盾 成立一个白血病救助基金 前一段时间 社会上飞飞扬扬的 关于雪梅私生务女的传言 现在一些都过去了 我就是那个女孩的亲生父亲 我要承担起 挽救这个女孩的责任 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对公司产生不良的影响 使公司的信誉受挫 我 我也不愿意看到 每天浏览我们网站的 成千上万的网民 因为我 对剧手网产生误会 我知道 对在座的各位 我们为剧手网 共事多年 从创业到现在的从事们 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想通过我的辞职 通过建立白血病救助基金 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 姑娘 买什么好东西啊 是不是孝敬你崔大爷的 等您生病了呀 我也给您买 这姑娘怎么这么说话呀 当然了 我崔大爷老人家呀 吉人自有天相 不会生病的 这还差不多 王医生 你把捐助的钱 和琳娜的钱都退过去吧 我是娜娜的母亲 她的医药费由我来承担 请进 来了 王医生 你找我有事吗 我正在和王医生商量 娜娜医药费的事情 娜娜的医药费用有问题吗 是这样 雪梅女士 希望娜娜的所有医疗费用 全部由她来承担 为什么由她来承担 娜娜是我的女儿 她的费用你不必小心 她也是我的女儿 我也有一份责任的 你对娜娜所做的一切 我已经很感谢 真的不用 好 喂 今天有大新闻 你怎么不报道呀 什么大新闻哪 老大辞职了 什么 说进入点 周总 周总 那 干什么呀 大惊小怪 楼下来了一帮记者 说要采访美景 什么事 你没上网吗 有什么事赶紧说 聚首网总裁 吴江辞职了 聚首网守夜 头版头条 他真的是超脱了 那楼下那帮记者怎么办 你这样 你去对那帮记者说 吴江先生 纯属是个人情怀 我们高田服事 是刚刚指的此事 我们 佩服吴江先生的气度 和真挚的爱心 高田服事会第一时间 向白雪面救费基金会 捐款 人民币五百万 以示权力指示 好 明白 去吧 丁 丁老师 丁老师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没关系 您家里有事 好 开始吧 来 赝 来 皆 这个 快点 去吧 你 还可以 来 来 我 需要 丁老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已经家喻户晓了 是吧 可是同学们都很同情你 同情我 为什么 因为您是弱势群体啊 对 我是个残疾人 是吧 不全是 丁老师 这工作我不做了 我辞职 就为了这个 不是因为他 是因为我自己 我知道你们是朋友 因为你们的私交比较好 所以我才得到这份工作 我不需要生活在 别人的光环下 我也不需要 别人对我同情的目光 怎么说呢 你虽然是关习记的学校 但是你不能否认啊 你可是我们学校 最好的钢琴教师啊 我们钢琴系有了你 那可是全国文明啊 再说了 你又培养出 这么多的钢琴演奏家 孩子们有你 而骄傲 学校有你而自豪啊 可事实上 我只是一个残疾人 是一个所有人 都同情的女人 是今天晚上 茶余饭后 人们的谈资 丁老师 丁老师 我只想要平静的生活 我的孩子也只需要 鼓励的目光 我辞职 是因为我想证明 我不需要别人 对我的同情和怜悯 我不是生活的弱者 我可以自食其力 你很棒 你才是生活的强者 你不要安慰我了 我很清楚 我现在的境况 这可不是啊 不将有你很幸福 幸福吗 留下来吧 学校需要你 已经不纯粹了 所有的一切 对我来说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只想要平静的生活 好 好 加油 加油 大的一点 姐哥你好 郭医生啊 对 就是治肝癌的那中医 我知道很难挂号 我都去两次了 愣没挂上号 据说凌晨三点排队才有可能呢 对 太好了 那就拜托了啊 谢了 大屏子 你怎么来了 我帮娜娜买了点东西 你帮我带给她呗 那 那就进去吧 我就不进去了 我还有事呢 走了 聚首网 首席总裁吴江今日辞职 成立白血病患者救助基金会 你个庆盛夫亲 让她很敬佩哦 你看看 人家这才叫大家风范 来 你说我弟弟朝人的做法挺令人看不起的 这太丢人了 要不我们去找他 替你弟弟向他道歉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 真应该跟人道歉 对了 看看 这是什么来的 这是丽红刚给娜娜 那么多啊 对啊 你们好 吴总 您请坐 好好好 刚刚我们还正说起您了 最近我的新闻比较多 我 你好 你好 你们每天这么招呼娜娜 辛苦了 好 坐坐坐 好 不辛苦是应该的 是 马上要手术了 紧张吗 不紧张 挺着急的 想快点 回美国参加华兵比赛 不急 会参加的 这目标是得第一名 最次得第三名 参加就好 吴总 我弟弟在网上 把您的隐私给爆料了 我就觉得特别对不住你 我替他向您道个歉 您已经有那么大的成就了 真不应该辞职 没关系 他说得对都是事实 我能承受 真是大驾风范 太令人敬佩了 哪敢这么说 你和丽纳女士 才值得我尊重和感谢 您太客气了 我们应该的嘛 对 没有 没有 今天 等着她想说 娜娜的手术费 治疗费 还有医院的所有的费用 由我来承担 娜娜是我的女儿 我应该尽这份心 等等 我们有钱啊 社会的捐助 还有美国的癌症基金 钱都到位 你不必小心啊 可娜娜治疗的费用 是应该我来出的 娜娜是我的女儿 用谁的钱呢 肯定我来决定 你的好心爱心我领了 干吗 你没有别的事了吧 就这事 那就不必了 谢谢你来看她 娜娜 下次我再来看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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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她您吧 您慢点 您慢走啊 您慢走啊 Car Aunari 唉呀 你刚才多让人下不来台啊 你没事儿吧 我感觉 她和雪敏 要来莎娜娜 我感觉到姥 Play 映明 语彤 语彤 开门是我 语彤 开门啊 干什么呀你 那我干什么 跟人姑娘闹别扭了吧 不是 你好一惊一乍的 你有意思吗 吓着人你不知道吗 吓坏了 你心里边有没鬼能吓坏吗 我 我有什么鬼呀 你就没干坏事 你没干坏事人家姑娘昨天 哭哭啼啼的 大包小包拎着就跑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又没跟人姑娘谈恋爱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 阿姨 把这些行李全放到车里去 好的 我去吧 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去 因为爸爸和妈妈需要分开一段时间 各自思考问题 思考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家 等到了老家 妈妈再仔仔细告诉你和妈 那爸爸什么时候来接他 不会太久吧 来 我下来 走 王主任 真的感谢 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 这事是办法是 我决定带魏魏离开北京 回老家生活 房子属于你 魏魏属于我 我尊重你的选择 助你和女儿的手术成功 是 有些人知道 你会不会有阻碍 我会不会有阻碍 你会不会有阻碍 别人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订队 订队 一定要走了 眼不见心不散 我知道 你恨我 你得惩罚我 留下来 我会照顾你和薇薇的 我必须要离开这儿 再见 爸爸 爸爸 你真的不跟我一起走了吗 爸爸还有事 不能和你们一块儿去 那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很快 不久 太好了 薇薇 我们走吧 北京要起飞了 薇薇 再见 拜拜 拿个箱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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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eat 拜拜 爸爸生日快乐 我走了 咱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好 明天就来的时候打一电话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这事还不挺忙的 好嘞 进 你好 你这一招聘吧 对 坐吧 坐吧 这是我的简历 我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 什么 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 你是博士生 对 不是 我们这可是一个小网站 我就爱在小网站有挑战性 要发展前途 我看你的简历啊 好 你这高材生不嫌我这网站小的 当然不会 那行 明天就来上班 好 谢谢 您好 请问郭医生的号现在可以挂吗 明天的号明早挂 那什么时候来才能挂上 有的人夜里两点都不一定能挂上的 好吧 谢谢啊 好吧 谢谢啊 你怎么来了 够气派的啊 一个人在这儿办公 什么事 什么事 怎么了 人现在都挺好的 一个人办公就这么大房间 我哥和琳达又和好了 鲍德美人贵这一家三口 这叫人一下一线子 你那个周玉彤呢 我们分了 她走了 怎么了 吴江的事呗 你过去了 还有什么事 我不是把吴江是娜娜的 亲生父亲的事情 你怎么传到网上了吗 现在有吴江辞职不干了 那最后一伙手不就是我了吗 我哥因为这事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活该 不带这样落井下石的 我现在已经够惨了 你确实够狠的 你是不是想报复人家 不瞒你说 我就是这么想的 谁让他把我开除呢 可你也是因祸得福 你那小网站不挺红火吧 好 火 特别火 我 如果没有周玉彤 我的网站也没有开得这么好 乖乖 我把他给骂跑了 我现在心里特别不是姿势 空落落的 有一种孤独感 还算你有良心 老杰 你喜欢人家是不是 还是你了解我 我现在不光喜欢他 我已经爱上他 我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见他 我想如果没有没有他 我都活不下去了老杰 快帮我下养车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打了他没接 那你找他去啊 杜生妈妈住哪儿啊 那就没主意了 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可见你 根本就不关心人家 那我怎么办呢我 没什么办法了 自己酿下的恶果 自己尝 怎么能 大哥不理我 你也不理我 我的周宇彤也不理我 我活着还有人们意思呀 我死了算了 那你就去死呗 死了多好啊 一了百了 什么都不用想 清静 你去去去去去 算 说了也白说 啊 帮我给你了 我去买我 我去买你了 去买我 就是买你了 我去买你了 其实买我 あの女生 不要买你了 你走 快买我 买他 还好 你走 你走 你好 请问这里是排队的吗 对啊 挂明天郭医生的号 这么早就是排队啊 我是第一个 你也是来排号的吧 对对 那你就在我后边盘着吧 行 谢谢啊 你往后点儿 好 都可以 你就快点回去吧 那小四在楼下等着呢 我妈把饺子都包好了 我还要吃饺子 放心 明天一早给你送过来 你有时间好好休息啊 我知道了 乖啊 拜拜 拜拜 嗯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听妈咪说 那个徐丽红阿姨 火眼是骗你的 你们分手了 小丫头 这种事你也知道 当然啊 那你就能跟我们一起回美国了 你妈咪是不是什么话都告诉你啊 I have the right to know 嗯 那 她也说 你们两个亲热的爆了 你妈咪也真是的 这种事都告诉你啊 嗯 我亲着开心 她说着也开心 你 想不离啊 不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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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是什么事 她说的 你听说是什么都会对着她 我真的想要不离啊 我想要不离啊 她说到我了 我还想要不离啊 她们不知道 请问您这是队伟吗 是队伟啊 不过估计今天是挂不上了 为什么呀 郭医生一上午 只看十五个 认愿你去吧 好 许丽红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给大频道挂号呢 我们几个轮番来了好几天了 现在好了 我第一个 许丽红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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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挂到号没有 还没有 不过洪姐在那儿呢 她是第一个 她给谁挂号啊 给你啊 谁让她去的 不是 我以为你让她去的呢 我去晚了 结果发现许丽红是第一个 她说就是给你挂的号 她让我回去先休息 所以我就来了 你爷爷的中医号 已经挂到了 我现在过去一趟 别告诉你妈咪啊 我把药方呢 偷偷地给你爷爷寄过去 让她在那边的中医房 抓药 好吗 我一定保密 那你先照顾她吃饭 我过去一趟 好的 你放心吧 可否先来 别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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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挡我 不要挡我 我都挡了一小 我都挡了一小 我来 过来 我到头边挡 我先挡我 你别挡我 别挡我 再挡我 你别挡我 你别挡我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你怎么来了呀 给你 辛苦了 不辛苦 我就想帮你做点事情 之前说我太幼稚了 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挺可爱的地方的 就是你还没有发现 对了 我今天还得进货呢 我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各位嘉宾 各位媒体的朋友们 我们白血病患者救助基金会 今天正式成立了 我是基金的负责人 这些天 各大媒体报道的 关于我个人的事情 对大众 对聚收网的网民和客户 以及对我的朋友和家人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这里 我诚恳地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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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改变已枯萎的容颜 若时间停歇 去偿还这亏欠 这份爱是否能 再次回到原点不再改变 有爱救赎这一切 让我更去面对从前 突然间发现 有你陪在身边 一层白的世界 终于能够渐渐回到原本 躺在这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